国宇队员教练场内开私下宣泽对和冰娇,嫌吵那你别打了弃拳,哇昨晚的是锦赛女单半决赛中,和冰娇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马林逆转,决胜局中段暂停时,和冰娇与国宇丹打主教练下宣泽有过一小段交流,多少有一些火要为,决胜局和冰娇5比11落后的时候,有一次暂停,和冰娇抱怨现场观众太吵而影响了状态。 夏宣泽直接就对回去观众喊,你就输掉了,这样很不好,和冰娇回答,我尽量吧。夏宣泽接着说,你打你的球,跟观众喊你有什么关系呢?此时,和冰娇用毛巾无脸,面对弟子这样的斗志,夏宣泽也是恨铁不成钢,接着喊那你别打了,弃拳了啊,人家观众喊你怎么了,不很正常吗?前面喊不就赢了吗?多想想打对手。 战术该怎么打,你以为这么容易啊?小编说,由于现场确实太吵,可能个别词语用的不是十分准确,但意思就是上述文字中所要表达的。 这场女单半决赛,紧张的其实不只是和冰娇自己,场边的夏宣泽同样紧张,第二局和冰娇滑倒差点受伤,当时夏宣泽的表情就十分难看。 39岁的夏宣泽是2003年的世锦赛男单冠军,去年4月开始担任国语单打组教练,上任一年多的时间,面对青黄不接的现状,也是承受了很大压力。 如今单打组男单林单逐渐老去,陈龙状态起伏不定,能当大任的只有22岁的时宇、其,但同期对手却比以往更多也更强。 女单这边,陈宇飞、和冰娇两人主打,但面对世界一流高手都缺乏战而胜之的能力和勇气。 由伯贝与泰国之战三场女单都输弊端暴露无遗,本次是仅在和冰娇淘汰了世界第一代资影,让人重新看到了希望。 但昨天与马林一战,不难看出和冰娇连战强敌的能力还是差很多。 夏宣泽是一名还很年轻的主教练,和冰娇是一名还很年轻的队员,还需要时间打磨。 虽然有决胜局这段小插曲,但在后和冰娇接受采访,时心情看上去还可以。 比赛中可能就是撒个娇韧性一下了,不过呢,困难时学会自我控制世门大功课,夏宣泽和和冰娇,以及国语上下都要学习。